古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不过皇子想要当上皇帝 其中的凶险可想而知 日后啊 我是小年 今天给你们讲一个王子登基 遭到大臣险害的故事 近来皇帝二蒙残生 于是来到东虎山皇陵之地 没想到 他刚让高云飞将军退一下 注意到了此刻 高云飞即使赶来 也没能救下皇帝 自己反而被捕 最后被发配藏州 皇子年纪尚优 与三公九卿们传统推举 司马大都督为辅郑大臣 司马感慨这江山得来全部费公布 但是为了斩草除根 他命令在路上除掉高云飞 发配路上 士兵们要杀死高云飞 被正在抓鱼的毛铁锤 随手给救了 毛铁锤一知道他是高云飞将军 就是要召集他的好汉朋友们 帮高云飞保护王子 干他个轰轰烈烈的 毛铁锤觉得高云飞脸上的刺青碍事 高云飞说 这还不简单 说完 就把烧红的剑往脸上烫去 现在的扼杀传言越来越广 群臣建议请张天师做法 谁能在舟 亦能复舟 司马深知这个道理 他说可以知道点麻烦 然后满天过海 这时张天师突然走进宫殿 他将司马讨了些金银 就离开说是去除妖了 王子十分崇敬高云飞 他渐渐时刻都想为父皇报仇 打败扼杀 这次司马提了一篮酥饼 来给王子 王子高兴地吃了很多 深夜张天师出现 就活了快被酥饼毒死的王子 王子本来对司马神心不移 但现在张天师却严肃地告诉他 司马就是杀死皇帝的人 现在也想夺死王子 于是王子将喜将仪地 跟着张天师离开了 离开时 张天师把王子的头发剃光 扮成了和尚模样 他要求王子以后喊他师父 而猫姐锤此时带着高云飞 来找他的好友薛燕子路火 正好官兵们正在抓薛燕子 因为皇帝遇害 官兵们到处在乱抓有武功的人 官兵们根本打不过薛燕子 猫姐锤再出手 三人就大摇大摆地出了这客栈 接着高云飞他们要去找夺命书生 白玉生 他们找到白玉生时 一群官兵也正在抓白玉生 白玉生使出他的夺命连环所 一下子就击退了所有官兵 而王子在跟着张天师后 不再养尊处优 他在做饭的时候 往饭里加了各种虫子 想整股张天师 不过一晚下雨了 还是躲进了张天师的怀里 王子才慢慢地适应这样的新生活 张天师的时日不多了 他得赶紧找到能够保护王子的人 两人爬到高高的山顶上 张天师看到王子说 人生就是个月 所以在人生道路上 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你要勇敢地面对和赞胜自己 很快 高云飞四人得知王子时钟的消息 他们十分担心王子早已被司马害死 但是高云飞觉得还是想探查清楚才说 如果能找到王子 就帮王子夺为皇位 四人来到一个客栈 等黑云双煞复约路火 还碰到了一个在到处 传播扼杀形象的小女孩佩佩 于是也带上了她这个孤儿 黑云双煞提供了清风债 做他们的脑巢 反观张天师 依旧带着王子 不断地筛选 各种被通缉的人 试图从中找到 可以保护王子的最佳人选 很快三年后 王子长大了 张天师也锁定了 毛铁锤他们一伙人 就等着找到他们 托付王子 而三年的时间 高云飞他们成为了 民间流传的108厦 他们截至冠阴打击官父 劫夫济平 所向披靡 让官父们问风上胆 男儿在皇宫里的司马 依然还以为 这只是民间流传 一天夜底 张天师把王子 带到高云飞一伙人面前 他们正聚在一起吃喝 张天师一出现 就劈头盖链地 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说他们别以为 当了几天毛贼 就不知天高地厚 上不能救朝廷 下不能救万民 现在天降大乱 你们飞黄腾达的时候 来了 男儿会有谁相信他的话呢 毛铁锤一把把他抓起来 张天师为了发威 用他最后一口气大喊 接着天空下起了巨石 等石头下完 张天师也死了 众能者被以为 毛铁锤掐死了张天师 大家就打闹了起来 王子伤心地跑到河边哭泣 经过交流 佩佩知道他就是王子 于是佩佩故意安慰他说 他们长得可怕 但其实都是好人 接着爱玩的佩佩 带着王子去镇上大汗 凶神恶煞来了 搞了人心惶惶的 然后走进酒馆里 吃喝了一番 只是 高云飞他们发现了 张天师带来的包裹里 有王子的信物 他们才知道 那真的是王子 于是 赶紧来酒馆 把他带走 但是王子就先在酒馆里 被他们怀疑上报 给了朝廷和司马 于是他们准备了 最新的红衣大炮 一共108炮 准备对付那民间传说的 108事 王子和佩佩比较亲近 佩佩说他想写故事 于是王子就承诺 以后会到皇宫里 就给他提供最好的 纸末笔宴 和高云飞他们也收到了消息 于是 他们提前赶路 触发皇城 一路上 官兵们在后面 用红衣大炮打他们 但是都打不中 毛铁处他们都看不下去了 直呼 他们怎么还在打呀 就这手艺 回家带孩子的了 6月初六 高云飞一伙人 终于来到了 皇宫所在的龙虎山 按照张天师留下的地图 他们决定 正在天口时日 和部下的埋伏 杀个朝廷 措手不及 这一天 官兵大军终于快到了 高云飞要求王子和佩佩 去清风寨等他们 王子起先不肯走 但是 他们让王子 相信他们 然而在天口 10月开始 高云飞他们要进攻时 王子又回来了 刻不容患 高云飞他们 趁着军心大乱 动手了 然而一遍混乱中 司马命令炮手开炮 不顾自己的耐安危 后来王子也被发现 于是 正常被司马抓住 王子鼓起勇气 控作司马的罪行 说高云飞他们 才是英雄好汉 这是高云飞前来要救王子 混乱中 王子被一个刺客 最大竹林 和这个刺客拼司抵抗 最终运了过去 在第二天 全新的一天奶乐 108杀 全部消失 现在 他们有了新称呼 也不再是民间流传 而是真正被世人知晓的 非邻军 皇帝的贴身侍卫 王子最后 还是坐上了皇位 品名 王子与108杀 这部故事的花蜂 真的非常的美 相信很多人都看出了 这就是水湖108位好汉 但是这部作品的评分 实在是低的可怕 豆瓣抽5.4分 仔细看了下评价 大多数都是认为 中国文化被外国人拍的原因 但是 制片方 其实是有中国人参与的 我真的不认为 它的评分该给这么低 因为中国人烈龙 加上一个国际的视野 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说明咱们的文化 广为流传 这反而是件 很可贵的事情 只可惜 在剧情上 说是有些bug 但是细细品味 能胜如云 皇权争夺最后 还是落到了远处 挺希望中国文化 可以更多地走向世界 我是少年 一位带 you看 变能胜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再次建议许下 近衡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 和建议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